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在天院做比一鸟 在地院为连理之的七绝爱情 都令人想一探究竟 杨玉桓于开元七年七百一十九年 农历六月初一生于幻门世家 高祖父杨汪氏隋朝的上主国 吏部尚书 唐初被李世民所杀 父杨玄严 曾担任过蜀州私户 叔父杨玄桥曾任河南府吐槽 杨玉桓的童年是在蜀州度过的 开元十七年 十岁左右的杨玉桓 因父亲去世 被寄养在洛阳的三叔杨玄角角家 杨家由女夫长成 养的身归人为食 十五 六岁的杨玉桓 出落得貌美如花 天生丽质 加上优越的教育环境 使他具备有一定的文化修养 性格婉顺 精通音律 善歌舞 并善谈琵琶 在白居易的《长恨歌》中描述其为 天生丽质男自弃 一朝选在君王册 开元二十二年七月 唐玄宗的女儿贤仪公主 在洛阳举行婚礼 杨玉桓也应邀参加 贤仪公主之胞弟兽王礼貌 对杨玉桓一见钟情 另有一种说法是 当时兽王在东都洛阳陪玄宗出行 看到了街市人群中的杨玉桓 有此生情 在玄宗众多的皇子中 兽王颇有来历 兽王的母亲是武贵妃 武贵妃是武则天的侄孙女 作为武则天家族成员 忠宗返唐后 武贵妃也配及为陆宫为官奴 官奴的身份很低微 连一般的宫女都不如 幸运的是 她长大后 被玄宗选中迅速发展为专宗 唐玄宗在武贵妃的要求下 当年就下召策立她为兽王妃 婚后 两人甜美一场 武贵妃体态丰盈 姿容俏丽 这一点和后来的杨贵妃 很相似从中亦可见玄宗喜欢的女性的类型 有趣的是 可能感受到了风雨雾国 在位后来为太子宿宗选妃时 玄宗选的都是齐长 白皙的女子 武贵妃死时三十八岁 专宠二十余年 她的死是典型的自作也不可活 玄宗对于武贵妃的宠爱登峰造极 特意为她设立的贵妃的妃子耿急 礼玉如同皇后 然而她并不满足 先是让玄宗废了王皇后 亦欲成为皇后 由于武里两家的血海深仇 大臣们激励反对 武贵妃的美梦成空 接着 她又三番五次的窜夺玄宗将太子废了 改立寿王为太子 玄宗和武贵妃生了几个孩子 接草妖 生了树王后 报出宫让宁王戴雅 宁王是玄宗的大哥 本来是瑞宗利的太子 看到玄宗应武非凡 他主动让位给老三玄宗 因此 玄宗称呼宁王为让皇帝 对宁王表现出特别的敬重 在宁王夫妇的精心照料下 瘦王健康成长起来 玄宗对她宠冠诸子 为了利寿王为太子 武贵妃伙同里临府联手诬陷太子 即令两位皇子 三位皇子死后 冤魂不散 武贵妃 惊恐而死 玄宗也放弃了利寿王为太子的念头 玄宗高大威猛 身强体健 四五十岁时 还能和驸马们一起打马球 失去了武贵妃 玄宗感到无比寂寞 感觉找不到能像武贵妃那样 与她情投意合的可忍了 唐玄宗李隆基才看见杨玉桓 并且一见之下 便被杨玉桓的姿色深深的迷住 疑似她正打马球 唐玄宗摆驾而来 迎驾匆忙 来不及换衣 在一群华服立颖的盛装妇人中 她倒有些不知深险的小女儿态 除了带罐锤纱外 一以头巾扎技 再延长下来遮着脸庞 这种头巾以质地轻薄的沙罗制成 附在脸上时 更显温软动人 内中玄虚若现若隐 更添引人若胜的诱惑力 和众人一起高枯万岁 她不禁好奇地抬眼一望 谁知 最顶上黄袍金棺的那个人 正呆望着她 似乎含着别样的情 她不禁一笑 天真无邪 却又风情无限 摆驾回宫 依然是六宫粉袋衣箱并颖 可她独步 能忘记相浓郁艳的寿王妃 那个胖嘟嘟的美人 回眸一笑百媚声 六宫粉袋无颜色 这应该就是写唐玄宗眼中的杨玉华的样貌 从此 她竟唤起了相思病 一个五六十岁的老人 竟放不下那惊鸿一瞥 当时的杨玉华已经嫁个寿王礼貌差不多五年了 但是唐玄宗可是不管那么多的 此时的唐玄宗已经被杨玉华深深的迷住 不能自拔了 之后 唐玄宗就打招孝顺的名义 要为自己的母亲斗太后建福 于是 唐玄宗下招令点名让杨玉华出家做道事 并赐到号太真 而且 还命令杨玉华搬出寿王府 住进了太真宫 唐玄宗将大臣为招训的女儿 取配解了寿王礼貌 并且逆飞 以此来安抚寿王 想想自己的父亲抢走了自己的妻子 自然而然地给寿王礼貌带来沉重的打击与伤害 可是抢走自己妻子的毕竟是自己的父亲呀 所以 自己也只能忍气吞声 诗人李商锦曾在诗中写道 黎秀非权犯暖香 九龙呵护玉莲房 平民美信长生殿 不从金鱼为寿王 这首诗详细地描写了 当时唐玄宗想走儿媳妇杨玉桓后 受网礼貌的郁闷和唐玄宗的尴尬 也从侧面的说明 杨玉桓长得十分的漂亮 就连唐玄宗为了得到他不顾一切 抢夺儿子的妻子 毕竟不是一件很光彩的事情 可是唐玄宗毕竟是当时的皇帝 纵使受网礼貌一百个不愿意 也不能拿唐玄宗怎么样呀 所以受网礼貌也是敢怒不敢言 一切都安排夥大之后 就等着首阶欺满了杨玉桓 唐玄宗下诏让其还俗 并直接接近宫中 正式册封为贵妃 自己养起来 武贵妃死后两年 开元二十八年十月 高丽氏安排杨玉桓和玄宗 在华清宫见面 华清宫有温泉 从开元十一年设立后 玄宗冬天总要去一趟 白居义室中所说 春寒自月华清时 温泉水华喜宁之 适而扶起娇无力 时势心承恩则时 除了春寒 实为东寒 其他细节应该比较合乎当时的情形 玄宗已见资质封面的玉桓 立即清新 返回搜狐 查看更多责任编辑 麻烦